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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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今天 就要開始跟各位介紹 第二章 那第二章就是所謂的 Application Layer 就是我們講進到 我們把網路分成五大層 的最上面那一層 Application Layer 所以在這一章裡面 我們大概含了九個章 九個章節 那第一個是我們會介紹說 內部Application的一些 principle 最基本的原理 然後介紹幾個 比較重要的應用 像Web跟HTP的關係 然後介紹 FTP Fire Transfer Protocol 然後E-mail的 各位常用的E-mail的Protocol 像SMTP PUB3 各位用那個Outlook Express 或者IMAP 然後DNS Domain Name Server 等於說我們去做那個 Domain Name的查詢 等於說用到這個Protocol 然後也會介紹一下這個 P2P的Fire Sharing 就是怎麼用P2P的技術 來做檔案的分享 然後再來就是會介紹一個 Socket Programming 在TCP 就TCP是 我們知道在Transport Layer裡面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Protocol TCP跟UDP這兩個 所以我們在2-7 2-8的時候分別介紹一下 怎麼來在TCP上面寫程式 各位在這一張上網的時候 會有一個作業 程式作業 就是怎麼樣 Building一個Web Server 就像當時說 請各位寫一個Web Server 讓人家可以到你的這個Server來連結 上你的網頁的意思 那你這個Web Server上面會用到TCP 或用到UDP 你要呼叫它 你要呼叫TCP或呼叫UDP 那一般我們就叫做Socket Programming 就是你會有這樣的技巧 什麼要在TCP上頭寫你的程式 然後你要呼叫TCP 那TCP我們知道是要建連線 建Connection的 所以用TCP這個Socket Programming的話 它會主動幫你把對方的連線建起來 那建連線當然要給對方的IP Address 還有Pore Number 這我們會介紹 那UDP本身就不用建連線 不用建 它應該我們叫做Connection-less的Service 那這個2.7、2.8分別介紹說 怎麼會來用Socket Programming 那2.9就會介紹一個說 怎麼樣利用這上面的這個Socket Programming 來建一個Web Server 那這一張上網之後 就有一個程式作業 讓各位來練習一下 怎麼寫一個網路的程式 好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第二張要介紹的東西 那第二張就是說 我們會介紹說 怎麼樣在網路上面 來implement一個Protocol 那剛剛提到說 你在implement一個Protocol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Application 是架在Transport Layer上面 我們要以那個五層的Model來講 我們的應用程式 建構在Transport Layer的上層 所以你一定要能夠知道 Transport Layer它有哪些服務 我們叫Service Model 就剛剛提到 一個是Connection Oriented 就是Connection Less 建連線跟不建連線 那還有就是建連線本身 是提供可靠的服務 我們叫做Reliable Service 就是說你送的資料是不可以掉的 順序啦 數量啦 內容都要正確 這個像你做檔案傳輸 Telnet啦 Browser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資料不能夠有任何錯誤的話 你會用TCP Reliable Service 那其他像到網路上面做一個查詢 像這個Dominion Server 這是一般所謂比較簡單 Unreliable Service 這是第一個 我們在寫Application Protocol的時候 我們要學會說 那我到底怎麼去用Transport Layer的Service 因為我們上次有提到 分層的架構就是說 你用下層的服務 來建構你的服務給上層 就是層層是這樣子的關聯性 那我們會介紹說Client Server的這種架構 Client Server 然後這叫做P2P Peer-to-Peer 這個現在最熱門的 就Client Server跟P2P是對照的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所以在這張裡面 我們也會檢查來看一下說 一些比較著名的Protocol 這些都是各位平常日常都會用到的 像各位在上網的時候 Browsing就是HTTP 那傳檔案FTP 送Mail SMTP POP3 剛剛講Outlook Express 他用POP3的Protocol 還有一些Google Mail 或者是一些Webmail 網路的這種信箱的話 用iMap等等 Dominate Server 就常常去查詢 Dominate到IP 大概還有一些 國關密 在網路上面寫網路程式 Socket 我們叫Socket API 這個會介紹 好 那我們在介紹裡面 會看到一些 像網路的應用 Email Web Instant Message 叫Amazon Skype Yahoo Messenger 這些各位常用到的 Remote Login 像Telnet 就是BBS的 Remote Login P2P Fire Assuring 這個像Napst Emu E-Donkey BT 都屬於這一類的 這各位常用到的 Multi User Network Game 現在網路的Online Game 現在最紅了 以前玩Game 大家都覺得沒什麼出息 現在玩Game 可以當股王 所以這個 寫網路的Game 也是資工系 最擅長的 所以 你要寫Game 第一個你要懂網路 第二個你要懂網路上面怎麼寫程式 那寫的程式要又快又短 因為Online Game本身它互動很快 那個玩Game時間差要很短 所以怎麼樣寫得又快 傳輸又快 Delay又少的這個Protocol 所以這裡面是蠻多挑戰 也是蠻值得去發揮的啦 另外像Streaming Store的Videos 像YouTube YouTube上面有很多Videos 你可以下載 那下載本身 或者邊下載邊看 如果你是邊下載邊看 因為我們叫Streaming 它是一個串流 那有些Store 就是你先下載以後才能看 那YouTube是你可以一邊下載 它只要存一點點就開始播了嘛 所以你有時候播的時候會看 它儲存的紅色那條線 那就是Store 就是它一邊存下來 然後一邊開始播 如果你網路比較慢 它就播到說你儲存的都播完了 就開始lag 就開始轉了 因為代表說它存的不夠了 所以你的網路如果夠快 你存的夠快 播的比較慢 那就可以很順暢的意思 所以這裡面牽涉到說 你怎麼樣在網路上面設計你的Protocol 讓它在播放的時候可以非常的順暢 那包括說一些它的方法 你的Storage 你的Buffer設計 甚至P2P的做法 那像YouTube它是Client Server的 它是一個所謂的Client Server 它架了很大很大的Server 那可能是幾千台幾萬台的Server 因為它要應付全世界同時幾百萬人上線下載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慢 那也是因為Client Server 那Server的負擔會很大 那YouTube本身每年付給這個RSP的那個頻寬費 就不得了 非常非常貴 那本身目前等於說還沒有賺錢 大部分的錢都哪去付的那個頻寬費 所以是Client Server的Model 那當然有P2P的Model 就是Peer-to-Peer 大家可以分享 一邊下載一邊分享 那可以更節省頻寬 節省這個成本 這都會跟各位介紹 那還有Internet的Telephone Telephone你就這樣相當於網路電話 Skype MSN 這個各位也常常在用 那這些都是用 等於說跟傳統的電話不一樣 它用Data來送 那Real Time Video Conference 視訊會議 那最近比較熱門一點 因為像H1N1 會有很多學校會停課 包括我們目前國內也有很多學校 很多班級都停課 那停課之後 怎麼繼續能夠上課 或者開會 盡量不要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靠這個Video Conference 那Video Conference本身就是 特性就是互動要很快 因為它既然是開會 所以不能夠 反應不能太長 所以要在很短的反應時間內 要能夠做得到這個Real Time The Video Conference 也有它的難度在 還有一些像Mess Apparel的Computing 比較大量的計算 現在最熱門一般叫做Cloud Computing 各位可能會聽過雲端計算 那雲端計算很多的概念就是說 把很多Server 慢慢把它堆到那個IDC 像主機房 那除了IDC之外 再把這些Server 做比較有效的管理跟連結 讓你的計算可以 等於說本來是一台機器幫你算 現在可能會有大量的機器幫你算 你要的東西 包括你的Online Game 或者你的一些科學的計算等等 所以現在最熱門就是Cloud Computing 所謂的雲端計算 所以這些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應用 在網路上面 不斷的被開發 所以各位當然也可以 將來想一些application出來 這裡面有很多創新的機會 那我們這門課當然介紹的是最基礎的 因為最基本的 就是說 我們先看 怎麼樣來create一個 什麼名字的application 你怎麼樣去 去創造一個網路的應用 假設這個應用是一個新的話 那你當然第一個 也要寫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本身 會run在不同的end system 就是application 通常都是在末端的這些電腦 或者server 你可能是寫server的應用 或者寫client的應用 或寫p2p的 或寫client server的 但是你總是要寫一些application 像application的level 在我們這個五大層裡面是最上層 相當於說你要在這台電腦 這台電腦 或者這一台server 你們之間 就是各要寫這個application 讓它可以溝通 那他們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們上次有介紹 它一定是往下層送 那往下層送的時候 風包就會越長越大 我們叫做encapsulation 那你在透過這個router的時候 它會送到第三層 然後再下來 再上來再下來 最後到最上面再上來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寫這個網路的應用的時候 第一個 在不同的site上面run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一般都是相同的 一個程式run在不同的地方 當然你也可以寫不同的程式 像client跟server 可能程式就不一樣 就是server的程式 跟client的程式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那他們這個程式之間 當然在網路上面的應用 一定要溝通 那他們的溝通 就透過network 就透過這個 整個internet來溝通 像我們如果寫web 就是webserver webserver 各位寫這個所謂的伺服器 然後跟你的client 看來就是browser 游覽器 就是我一般的browser 像現在是IE的 或者所謂的Firefox 或者Google的 這個trom 好幾種這個browser都可以 那application來講 是沒有針對内容code 就是應用上是在内容edge 就在邊邊的這些設備上 才有application 核心的router 它是沒有application application不run在上面 因為我們上次有稍微提到 像router它只有是layer3的設備 它上面只到IP label 它上面連TCP跟UDP都沒有 所以它只到IP層 所以更不用談 當然是沒有application layer 所以application layer 是不會在core network這邊存在的 底下我們就來介紹2.1就是 內容application的一些基本的principle 有幾種架構 那我們先看第一種叫client server的架構 你寫的應用程式可能是client 可能是server client server架構 再來介紹peer to peer 再來介紹就是hybrid 就是有一些混合式 混合的結構 那client server是最簡單 就是說我們可以建一個server 或者一些server 通常是這樣 你的server都是一台PC 或者一台伺服器 它總有它的一個所謂的capacity 它的能力總是有限的 一個是頻寬有限 一個是它的CPU能力有限 所以如果你要應付很大很大的 這個server的需求的話 通常我們會變成一個server farm 像這個叫server farm 就是好像你會 用很多很多server 一群 這是我們講server farm for scaling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大規模的服務的話 你這個伺服器可能要幾台 幾十台幾百台 甚至幾千台 像各位剛剛介紹那個cloud computing 它要做雲端計算 那個雲要長得很大多 所以它的server都是上萬台的 甚至幾十萬台 現在在建那個cloud computing 最大的player 就是Google 或者是IBM Microsoft 就只有這些超級大公司 才有辦法建這種跨國的雲 cloud 到處去建那個cloud computing的server 那server的一個特色就是 它是一般我們叫做always on 因為server 他always on就是 他一直都是開機的 他等著別人來跟他連嘛 所以他是always on 的意思就是他always開機的意思啦 那通常他會用所謂的permanent的ip address 因為ip address是 我們來連他的時候 你要連一台機器 你一定要知道他的ip address 所以通常這個address 我們講都是permanent 就是永久性的 不會 所以當然你所謂的permanent 就代表另外還有一個叫dynamic 就動態ip 動態ip就是說 你每次弄到ip是不一樣 那如果server是動態ip就很討厭 因為你ip改來改去的話 別人要跟你連那個ip 就常常會弄錯 但是有一個方法可以解 就是domain server 就是說我們如果像 你要連到我們系上的首頁 我們是cs.nthu.edu.tw 就www.cs.nthu.edu.tw 這是domain name 那我們的server如果有不同的ip 沒有關係 你連到這個domain name 那有domain name去查出那個ip 那ip每次查可以不一樣 沒有關係 就是說你可以換ip 那是比較特別 所以假設你有domain name 來服務的話 可以動態去分配 那因為你有domain name 至少domain name是固定 就跟這個意思一樣固定 那如果像各位如果在宿舍裡面 假設你比較有時間 比較有興趣 你架一個server 以前學生宿舍常常有這種 各式各樣的server 放video的 放double帖的 很多 那通常用permanent的ip 別人就找得到你 可是後來很多學校為了 為了應該說 減少這樣的困擾 因為這個都會牽涉到制裁權的問題 會收到法務部調查局的信 所以全部用 我們叫做 private IP 給各位192.168.168這種ip 在宿舍裡面用192.168.168 那個叫做private IP 用了那個IP之後 別人就找不到你了 因為那種IP是全世界重複性很高的 所以當你說我要跟一個192.168.168 這個不知道連到哪裡去 找不到地方 因為這種IP是全世界太多太多重複在用的 所以根本沒辦法identify 你那個電腦在哪裡 這樣就避開了很多 在數網裡面駕站的問題 當然現在還是很多大學還是用public IP 像我們140.114這是public IP 這個就是別人都可以找得到你 這是server 它的特性 always on permanent IP 如果需要大規模的建置 大規模的client來連的話 我們會用server farm 那client本身 他就是主動來跟server溝充 而且他我們講是 他可能是暫時連結 就是他連起來 事情做完以後就斷掉 connection就斷掉之類 然後他也可以說用dynamic IP 這個地方就可以dynamic IP 就是說這個server最好是permanent IP 但是client本身也可以dynamic 就是你用192.168 這可以 你來連他可以 因為你去找的對象是有一個 我們講公開的IP 你找得到他 因為他是主動找的 所以主動出來的人 可以用dynamic IP address 但是被找的server 他一定要public IP 才找得到他的意思 那在client server model裡面 這個client 這兩個client之間 他們不直接溝通 他們溝通都是透過這個server 就server是中間的這個轉介者 他們之間的溝通都透過server 那另外一個對照的 就是所謂的peer-to-peer 我們叫做peer-to-peer 你看他們可以直接的溝通 就任何兩個peer 或者這個peer溝通不見是兩個 可能三個四個五個一起 都可以 那他們就沒有一個固定的server在那邊 我們講任何的這種instation 都可以直接的溝通 直接的通訊 然後peer他們之間 可以是我們講暫時的連結 然後會互相的交換他的IP的address IPaddress也可以變換 那這邊有一個terra 這個也是一個peer-to-peer的代表性 那是highly scalable 因為他們有server 所以這個peer可以長得很大 但是比較困難的是不容易做management 管理上比較困難 因為你有 比如說你有多少peer 這peer的行為 或者peer通訊的品質等等的 都是不容易來管理 這是他的缺點 那另外一個混合式 就是中和式的 我們叫hybrid of client survey跟P2P 像Napster 這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用P2P來做file transfer 就是你在傳檔案的時候用P2P 就是你想下載一個檔案 可是這檔案可能是很多peer都有 就好幾個peer都有 所以你就可能 比如說有四個peer 有這個檔案 那你可能就 每一個peer跟他要四分之一 比如簡單例子就四分之一 然後同時要 所以你同時跟四個peer要 各要四分之一 然後兜起來剛好就是你的檔案 就是P2P做file transfer 基本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去要一個檔案的時候 是跟很多peer同時要 當然不見得剛好是等比例的 比如四分之一 不見得 因為要看你要的對象 他的頻寬 他的頻寬如果很大 你就要多一點 頻寬小 你就要少一點 其實不一定等比例 但是按照某種比例去要 所以本身 在傳這個檔案內容的時候 他是分散式的 但是呢 我們為什麼叫做hybrid 就是說 那檔案到底在哪些peer身上 檔案在哪裡 這個本身叫做file search file search 你要找檔案在哪裡 那這個是centraline 就是你要找檔案在哪裡的時候 透過一個server 我們叫peer 他本身你如果一上線 你就去註冊 有一個central server註冊說 你已經上線了 就像各位在mason 你只要開機你上線 那個server就讓你上線了 這你在哪裡他也知道 當然如果是這個file search 你上線的時候 還要register你的content 你有什麼檔案 你要告訴server說 你有什麼檔案 那你在線上 那現在如果說有人來查說 他想要下載某一個檔案 就是peer會query query這個central server 他才找到說 誰有這個content 誰有這個檔案 那因為只要上線的peer 都跟這個server註冊了嘛 所以這個server就隨時知道說 某一個檔案 現在有哪些peer手上有 比如說有10個peer 20個peer 或者100個peer 所以等於說這個內容在哪裡 這個是centralize來控管 然後要一個檔案呢 就去找這個server 那server他去查說 他這個檔案現在 比如說100個peer有 他就給你 不見得給你100個peer 他給你peer 其中隨便挑 挑個20個peer給你20個 你就跟這個20個peer 直接見連線 開始下載 所以這個為什麼叫做hybrid 就是說 他有一個server 這個server只是維護說 誰有file 誰有哪些file 可是在真的傳檔案的時候 是不經過server的 傳檔案的時候不經過server 那我們剛剛前面介紹 client server的model是說 你要傳檔案 收檔案都是到server來 包括中間的分享都是經過server peer之間不直接溝通 這是所謂的client server model 那peer peer的話是沒有server peer之間自己想辦法找到對方 自想辦法找到對方 比如說你想要一個檔案 假設沒有剛剛的server 你怎麼知道檔案在哪裡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叫廣播 你就送個廣播出去說 那誰有這個檔案 那聽到這個廣播的人 可能就回答你 然後你就跟他做溝通 這一個方法 就是透過廣播 broadcasting 你想要一個檔案的時候 你就在網路上面廣播 那看誰有嘛 可是你廣播會造成網路上面的擁擠 就是浪費頻寬 可能會把網路篩爆掉 所以最好的是像這種hybrid 就是說我有一個server maintain 這些檔案在誰手上 當你要這個檔案的時候 由這個server告訴你 20個peer或30個peer的IP IP address 那你跟他直接溝通 然後直接下載 這個像Nepster就是非常有名的 那另外一個像Instant Message Instant Message就是像我們叫即時通 Land Messenger Yahoo Messenger Google Talk 還有skype 這都算 也就是說 user之間的chatting chatting是用p2p的 那我們在 如果各位用msn 或者是skype的話 你可以做 可以拉好幾個人進來 同時開會 或同時來聊天 那這個 他們之間的傳遞是p2p的 可是在 我們叫做 presence detection 就是那你這個 你是不是在線上 你在哪裡 這是centralize 像各位在msn一上線 你的partner就可以看到你上線中 skype也是一樣 那是因為 有一個centralize的server在那裡 所以你一上線就找那個server 那個server就知道現在誰在線上 去把你的好朋友 這個聯絡人通通丟給你 讓你知道他們都在線上 但是你們之間在溝通 在chatting的時候 這是透過p2p的 就是你們中間交換的這些交談 或者聊天的這些資料訊息 是不經過server轉送 而是你們直接通 但是找對方在哪裡 這個透過server 所以這個叫做所謂的 我們叫做hybrid 就是混合式的 就是它有server 但是傳遞資料 或者傳送檔案 是用p2p 是用p2p的方式 這個都非常有名 好 那底下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什麼叫做process communication 或者process communication 就是說我們寫的程式 我們一般就叫做process 一個process就是說 一個program 它run你在一個host上面 在一台電腦上面run的這個程式 我們叫做一個process 那這個process跟price之間 總要溝通 比如說我要把mets送給你 你要把mets送給我 如果說這個process 他們如果在相同的電腦 就是一個電腦上面 可以run很多process 就可以等於說 可以run很多程式的意思 那在同一台電腦上面的程式 要互相溝通 那這個有很多 叫做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一般叫IPC 就兩個process之間的溝通方式 在OS裡面就有define 如果各位現在正在修OS 或者將來修OS 你都會知道 它可以透過memory 透過pipe 透過mail 有很多種方式的 那我們就不談 因為這是在同一台電腦上面 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 這些process是在不同的電腦上面 因為我們透過網路 也就是說 process本身是透過網路 來聯繫的 那他們之間的交換 一定透過叫做 exchanging message 他們要交換 透過 這就是proticle 我要把一個資料交給你 第一個 我要怎麼跟你取得聯繫 比如建連線就算 先把連線建起來 然後把資料丟給你 那資料丟給你的時候 第一個先叫格式 那個format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格式 格式幾個欄位 每個欄位多長 那欄位的值是什麼 這個就是所謂的 它的define 它的定義 那這些定義 通通都要follow 才可以來溝通 就是說client的process 就是initiate 這個communication的process 因為我們講client 都是主動去連 那server都是always on 他是等在那裡 所以server通常都是等著 被client來連接的 就是所謂的server的process 那我們說 如果是在這個application 是用在p2p的架構的話 那就是說 每一個peer 它既是server又是client peer-to-peer就是說 你peer會去找對方嗎 對方也會找你 所以你會主動找別的peer 別的peer也會主動找你 當你主動去找別的peer的時候 你是client 當別的peer來找你的時候 你是server 所以p2p裡面每一個peer 既是client又是server 這是它的屬性 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看說 不同的process 它怎麼透過網路來溝通 這個也是我們在這一張 介紹完之後 各位要寫的程式 就是架在這個降格之下 我們看這個圖就很清楚 這是一個internet 這邊是兩台電腦 這個都是edge 都是在邊邊 那我們這邊假設是TCP這一層 那TCP有buffer 有variable等等 那這是你的process 就是你寫的程式 剛剛講如果各位要寫一個webserver 這就是你的webserver的程式 那對方可能就是browser 一般的瀏覽器 IE 瀏覽器或者是firefox 這都算 好 那我們這邊就有一個叫做socket 是非常重要 我們剛剛有提到叫做socket programming 就是這個 那我們就是說 在process 它會送送message 都要經過這個socket 所以socket相當於一個門 或者一個窗戶一樣 這個process 跟這個下面TCP這一層溝通 都要透過這個socket 所以它相當於是一個界面 一個標準的界面 好 那我們講socket socket就相當於是一個door 那我們送 我們sending process的 message outdoor 就是說 process把資料 它想把它丟給對方 因為我們講 假設你是client 這邊是server server要丟給client 就是要透過這樣子送出去 送到這邊來 那你一定要丟下去 丟下去希望對方能夠收到 就從這邊丟下去希望對方能夠收到 就相當於它是一個door一樣 你從這邊把資料丟出去 那待會它就會從這邊跑出來 這樣子就送給對方 那你丟給對方的時候 當然你要depends on下面這個 我們講 sending the process 它 relies on transport的infrastructure 就是depends on這個整個基礎建設 就相當於transport layer這樣子 那transport layer本身 就是如果是TCP 那我們一直強調 因為TCP是reliable transmission 所以你這邊丟給它 我們講你這邊怎麼丟給它 對方這邊就要怎麼跑出來 這是TCP的任務 要提供可靠的服務 所以如果你是用TCP來連線 你大概可以放心 這個資料不會掉 因為TCP一定想辦法幫你送到 除非網路真的斷線 或者它網路線根本沒有接 那你根本當然送不到 一定連不起來 要不然的話 只要網路是存在的 是連接的 連通的 它會把你送到對方去 你交給TCP 大概就是不用太擔心了 那這個一般就是透過 我們叫的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的定義 名稱就是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就像大家 你要寫程式 跟這個下面 這個基礎 這一層的介面 它一定提供你一些 類似一個Library 讓你可以呼叫的意思 其實實際上 你就是呼叫 一個我們講 一個Function Code 如果各位寫程式 一個Function Code 或者一個Procedure 或是一個Library 你呼叫它 然後給它參數 然後就幫你間連線 所以 各位在寫這個 Socket Programming的時候 那個間連線的過程 也不用你做 你只要會呼叫就可以了 所以寫Socket Programming還是 從某個角度來看 也不是太難 你只要會呼叫它 參數會設 它連線就幫你建起來 接下來你就把東西丟給它 丟給它 對方就收收收就結束了 滿簡單的 好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 我們會選擇 第一個 Transport Protocol 你要選擇 我們有TCP 有UDP 都有可能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會用一些參數 你要設定一些參數的意思 這個我們以後 會再講 介紹再詳細一點點 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 每一個電腦上面 可以讓很多程式 你的Process可以讓好多個 那你現在怎麼 Identify 這個Process 一般也叫做 addressing process 就是說你怎麼去 去辨識說 哪一個Process 才是你要溝通的 或者你怎麼去 Identify它 你怎麼去 唯一的指導說 這個Process 不會讓別的Process 接錯了 就是你送錯對象了 或者別的對象 不該你通訊的 而跟你通訊等等 就是說 我們講 針對任何一個Process 他想要收Message的話 那他一定要有一個 我們叫做Identify 這個ID 這個辨識碼一樣 就像各位的身份證一樣 你一定要有個身份證 別人要跟你溝通 才不會找錯對象 那這個身份證本身分兩個 一個就是說 這台電腦 你先找到這台電腦 那電腦找錯了 你當然找不到那個Process 那電腦找對的 還不見得找對 因為上面有很多Process 所以你要找到 特定的Process 一定要分兩次 一個找到對方 這台電腦 那找到電腦 靠IP IP 所以我剛剛提到 一般Public IP 就是這個正式的IP分配的話 那是全球唯一的 36輩子 所以有一個Public IP 你就可以找到那台電腦 這是沒有問題 Public IP 不過這個就相對 跟你講 如果你是Private IP 像192.168 那Private IP本身全世界 是非常非常多都用這個IP 而追時 那你就找不到那一台 所以第一個 每一台電腦有那個IP 那但是 有一個IP 是不是代表你 就找到那個Process 不一定 因為我們另外 沒辦法辨識它 所以每一個Process 要辨識它 必須再加上一個 叫做Pol Number Pol 就是哪一個Pol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介紹 也就是說 每一個Process 它都有一個Pol Number 不管是走TCP 或走UDP 它都有一個Pol Number Pol Number 是16bit的一個數字 16bit 那2的16次方 就是6536 就是0到6535 所以它是一個數字的意思 就是一個數字 那幾個比較 比較點 像這個地方 比如說 http 如果各位用http server的話 這是一個程式 如果別人想要跟你連 他就用IP address 剛才講 一定要個IP 這台電腦的IP 然後用TCP Pro80 就代表 它上面run的是http server 的程式 就是程式本身一定要靠 一個Pol Number 來identify它 但是這個Pol Number 有一些 是已經算是 我們叫做 Well-known defined 這些Pol Number 就是預留的 你不能隨便用 因為它有特定的意義 比如說 Pol80 就代表httd的server Pol25 代表沒有server 這些都是已經 算是已經reserved 這是已經保留下來的 你不能隨便用 其他我們有6萬多個Pol Number 6萬多個 其他你隨便用沒關係 通常1000以下 是不可以亂用 1000以下 編號1000以下的 那個都是特定的應用 特定的軟體 它已經算是註冊掉 被註冊掉了 Pol80就代表http Pol25代表沒有server 那你說ftp呢 就是Pol20跟Pol21 檔案傳輸 20、21 那domain server 我們都有看到 那是Pol53 所以它有一個表 這邊剛好沒有 所以各位可以 我下次再找或者說 你在google上面查 就Pol Number的 它有一個表 這個表就記錄著說 所有已經被註冊保留的Pol Number 但是你看那個就知道 對方是用什麼服務的意思了 這個我們後面還會再介紹多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先知道說 你怎麼去辨識一個process 第一個要靠它的IP Address 第二靠它的Pol Number 這兩個是唯一辨識一個process的 兩個重要的資訊 那我們接下來看說 Polocle 就是說application layer 他們要溝通 那溝通就是要靠Polocle 那Polocle要定義什麼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介紹過 第一個是這樣 我們叫type of message exchanges 就是你要交換什麼樣的message 那每一個message本身 它又有一些我們叫syntax 就它的格式嘛 就它的譬如有幾個欄位 譬如說八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多少多長度 這個叫syntax 但是如果你看到在裡面的值 譬如說裡面的值 1代表什麼 2代表什麼 3代表什麼 我們叫semantics 它有它的意思在裡頭 所以有格式 有它值的意義 這個都要定義 這個一般叫semantics 有syntax跟semantics 它有定義它的這個溝通的 那這個message本身 又分為所謂request跟response message 就是你可以request 就是你提出要求 看你要幹嘛 那對方回答你的 叫做response 所以有一個方向性 就是request 提出需求是request的 那server回答你的話 一般叫response 所以有這兩種不同的message 那不同的message 它格式就長得不一樣 那格式不一樣 當然裡面的每一個欄位的值 也代表不一樣 當然還要定義的是說 當你收到一個message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回應 這個也是protocol要定義的 這邊要談到是說 什麼叫一個protocol 當然我們知道像TCP UDP 這都是protocol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到 第三章第四章再來介紹 那在這個地方簡單的講就是說 比如說一個protocol本身要定義的是 你的message的型type 比如response request 那每一個message的 它的sintax 比如說格式 每一個欄位裡面的值 代表什麼意思 叫semantics 還有就是說 當你收到一個message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回應 叫做action 就是你收到一個message的時候 你怎麼做action 包括它怎麼去做回應 怎麼process 這個都是在定義一個protocol的 那我們剛剛講說 這protocol定義的時候 為的是要讓大家能夠遵循 那因為城市 各家公司 他們在寫城市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依選一個標準 那寫出來的城市才有可能相容 今天請各位各寫一個城市 就叫你們直接溝通 大概已經講不通 沒辦法溝通的啦 所以一定要標準 大家follow標準去寫 有時候你follow標準去寫 都還不見得可以溝通 因為你寫的意思 很多engineer 同樣一段英文字 他解讀不一樣 所以寫出來的東西就不一樣 所以還要做相容性的測試等等 不過最基本就是說 在public domain 也就是說公開大家遵循的protocol裡面 我們有define它的標準 這標準本身我們在RFC 我們叫request for comments RFC是一個internet的這個protocol 標準的一個組織 就RFC 所以像TCP啦UDP啦 這些他們都有一個編號 來記錄這個protocol應該長什麼樣子 它有什麼message要交換 格式是什麼 它的syntax 它的semantics 甚至它的所謂的rules 規則 收到什麼要回覆什麼等等 都有很清楚的規範 這個規範都有一個文件 這個文件就叫rfc 後面有個編號 有個編號 這個後面我們碰到的時候會介紹 這個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做 我們叫interoperability 就是相容 相容 就是大家follow標準的格式 標準的文件來寫的程式 比較有機會可以溝通 這個相容性 一般叫interoperability 像http、smtp都是 這都是所謂的public domain 公開的這個domain 大家都是遵循的 當然有一些protocol是不公開的 一般不公開的我們就叫這個字 叫proprietary proprietary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不是標準 而是業者他們自己設計的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各位寫一個程式 不管你這個程式做什麼 你大概就是proprietary 因為不是標準的 各位可以自己研發一套 比如說email系統 你也可以研發一個網路的game 網路的麻將的遊戲 打橋牌的遊戲都可以 你寫出來的東西 一般就是proprietary 因為那不是標準 但是你可以用tcp 那就是這個 tcp是標準 大家都可以背從tcp、utp寫一個應用 可是應用可能不是標準 就叫做proprietary 像kaza就是proprietary 就像skype也是proprietary skype skype的程式沒有公開 它沒有像全球公開 所以大家都在猜它怎麼做的 所以很多網路上面的研究 你如果說像正在skype 多一點研究 你就可以發表論文 因為大家都很好奇 skype到底怎麼做的 逼了它加密 那它到底是用什麼演算法加密的 沒有人知道 如果你知道 你就可以把它破解 那就不得了了 這個就 我們講例可能是大功勞一件 所以很多人去想了解這些 所謂的proprietary的特徵 就是不公開 算是企業 他們自己研發 自己設計的 這個都是叫proprietary的例子 好 那網路上面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一個application 我們剛剛提到說 它是based on transport layer的service 就是說應用的程式 它最下面就是 就是transport layer 那transport layer的service 它到底要提供哪樣的服務 采購這個application的需求 應用到底有什麼需求 就三大需求 一個是data loss 就application它在不在乎data loss 可不可以掉資料的意思 我們講 有些application它可以掉資料 像audio 像網路電話 電話你這個掉幾個風包 你還是聽不出來 就我們耳朵沒有這麼靈敏 就聲音音樂也一樣 音樂也是一樣 我想各位這個音感 沒有好到的時候 它掉一個風包 你聽得出來 沒這麼厲害 但是有些應用 是不可以掉風包的 像file transfer 像telnet 這些都是require 我們講100% reliable data 一個bit都不能錯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嚴格的 data loss 看應用 第二個toming 就是你的時間 時效性 就你需不需要real time 有一些application 像internet telephone telephone也就是網路電話 網路電話 因為是要人跟人溝通 那個溝通一般的時間差 超過200個minisecond 你講話就覺得不順暢 所以你今天跟你的同學講話 你每次都給他delay200個minisecond 你就覺得講起來就是 被被扭扭 很麻煩 超過200個minisecond 根本就很難談 那如果是一兩秒 那你根本就是 講幾句話你就不想講了 機桶要講這樣子 或者我們講interactive game 就是網路上面的遊戲 這個更能不能到秒 minisecond都受不了 把對方砍掉 結果怎麼還沒有動 這個絕對不可以 所以這個時間要求就非常嚴格 所以它需要 我們叫low delay to be effective 所以你一定要delay非常的短 這是第一個 toming 再來就是bandwidth 頻寬 這個很多應用 比如說 多媒體 你在網路上面播放一個高畫質的影音 這個眼線片 或是高畫質的 HD的 那個頻寬可能要10Mbps 10Mbps 因為你的影音 畫面現在要經過 我們叫encoding 編碼 編成數位 那這encoding一編出來壓縮 可能就要到10Mbps 高畫質影音 我們講這個HD的話 這個需要高頻寬 那有些應用 一般我們叫做elastic的這種 比較具有彈性的應用 就是說這種應用 為什麼叫彈性呢 或者說它也蠻有耐性的 或者韌性 所以你有頻寬多少 它就用多少 你現在頻寬很窄 因為網路擁擠 它就慢慢送 比如說fire transfer 檔案傳輸 檔案傳輸的特性是什麼 第一個不能夠掉 各位用檔案傳輸 絕對不能夠掉 第二個 它的時效呢 沒那麼嚴格 fire transfer 各位有時候 在網路上面VT 一下載兩天嘛 對不對 因為它檔案太大 600Mbps 你網路上面下載 你知道它一定不能掉了 但是它可以慢慢下載 有空在下載嘛 頻寬跟時間的需求 就沒有這麼大 就是說頻寬本身有多少 它就用多少 這種的叫做elastic application 那像檔案傳輸就是這一類的 那如果你是線上看 線上收看的multimedia 那就不行了 那頻寬要很大 不然你就會一直停格 一直停格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三個 最重要的屬性 第一個 data可不可以掉 第二個 時間 delay 可不可以比較長 或是不行 第三個就是頻寬 要大頻寬還是小頻寬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表 不同的application 它也不同的屬性出來 第一個 像file transfer 大家知道 檔案傳輸不可以有loss 但是頻寬可以 我們叫elastic 就是說頻寬本身是 高頻寬我就送的快 窄頻寬我就送的慢 這有頻寬就用了 那有沒有time sensitive 就對時間是不是非常敏感 no 就是file transfer就是慢慢傳 只要不要傳到掉了就好了 所以花多少時間傳 都沒有關係 那email呢 也是一樣 email也不能夠loss email的內容不能錯 但是呢 一個email要花多久的時間去傳 沒有實教性 對時間不敏感 那是不是用大頻寬呢 也不一定 有頻寬就可以送 就是頻寬大送的快 頻寬小 就送的慢 就這樣子 那web document 各位到網路上面去做web的瀏覽 browser browser 你看到這個網頁第一個 網頁也不能夠掉 網頁的內容一定要對 不能說 掉幾個字 沒有出現 那不行 那當時它也是一樣 各位在網頁上瀏覽的時候 可能快可能慢 頻寬可能用多的用少 對時間也不見得 也是沒有敏感度 接下來就比較特別 像real time audio video 這個是要即時或者時時 就是 也是real time audio video 這個就是可以lose tone 意思是說它可以掉 就像各位聽線上音樂 像IC之音 很多現在電台都在網路上面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點選 可以直接聽 它的audio需要的頻寬 大概是5kps到1mps video 10k到5mps 不等 這個不等 這看它的品質 跟壓縮的技術 那頻寬基本上要求大概這樣子 看的時候比較順 比較順 也就是說你的頻寬 如果小於這個數字的話 你看起來就會卡卡 就像YouTube YouTube有時候一點下去 它頻寬可能是幾百kps 那你的頻寬如果很窄 你就一直會很慢 那他們需不需要 對時間是不是比較敏感 Yes 大概100個mps 這個等級 差不多100到200個mps 就剛剛講 因為我們在做audio 講聲音的時候 這個時間差 會讓我們沒辦法互動 那如果是Store的audio video Store就是說你存下來 已經儲存的這種audio video的下載 第一個 這個意思是說Store 這個是Live的 就是我跟你直接溝通的 就好像現在線上開會 線上會議 那這是已經儲存的audio 對不起 這個比較像YouTube那種 就是它已經存在那裡了 那只是下載 下載來看 那這個一樣它可以一些loss 因為影音嘛 掉了一些風包沒有關係 那另外像interactive的game 這個互動的game 這個當然對時間就非常重要 時間要非常短 或者一些叫Eastern message 就是即時通 即時通 第一個Data也不能loss 因為你打的那個message 一定要對方看得到 平寬的話 就是有多少送多少 那是不是對時間很敏感 這個有時候寫yes or no 或者yes and no 有點搞混 因為有時候 各位用即時通 有時候打兩個字就跑掉了 對方回你的時候 不見得有時候即時回 有時候回得快 有時候回得慢 那有時候看你本身的反應 還有你打字的速度 打字速度很慢的人 一個一個單子 這個一直成功慢慢敲的 你好像慢一點回來沒關係 因為他也沒打完 你送一個message要打很久 所以對方回來的時間稍微慢一點 也無所謂了 所以這個看 有人打的這個十指 見步如飛 打得非常的快 時間要求就比較快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說 好 有這樣的需求 對不起 我們剛剛看這個 就是說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application 那每一個application 對於這三大屬性 就是data loss bainways 還有time sensitive 他有他的這個不同的要求 那transport layer 到底提供什麼東西 我們就來看TCP跟UDP 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好 好 好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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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